零百加速跑近3秒究竟有多难 我们常说压力来自于轮胎 但压力真的来自于轮胎吗 官方零百的2.7秒究竟是不是骗局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打造一台3秒车的路上我们究竟要经历什么 但我只知道你那个轮胎也用完了 你看到没有 这咋弄完 我想当一个有素质的车友 阿迪王A052 再看看你的马力 我们目标三秒整好吧 我们等会出去试一下 都知道 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看过我们之前的那期特斯拉和GTR的加速对决了 很多像我们GDM的粉丝们 包括很多对于燃油车的爱好者的朋友们 其实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异难评 就是说你堂堂一个GTR 为什么你的加速才跑进一个刚刚近4秒的水平 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么我们这一期呢就来把这个加速的问题去解决一下 让战神重新拥有弹射的能力 我们之前把这个动力虽然是做上去了 但是轮胎没有油化 然后我个人觉得前面弹射的这个转速也好 温温压力也好 也没有去油化 所以我去把我们的程序重新去做一个油化 尤其是在弹射的前期 配合上我们刚换的新轮胎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我们弹射程序能做到多少 就肯定会有朋友会去想 为什么你的动力比原厂要高出了100匹 但是加速却比原厂慢了不少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是轮胎的原因 轮胎一定会有提升 那我问你 你觉得这台车小变快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或者说一台零百块的车 在你的想法中 它最重要的因素有哪些 大家也可以公平上跟一跟 把自己想法说一说 轮胎的抓地力 机头的马力 传动的效率 对 车辆的轻量化 对 推重比 对 在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几点 但是其实这台车不是这样 为什么这么说 当时第一次马力机拉出来多少 800轮上800牛米的扭曲 再到后轮上 前轮已经拽不住了 800牛米 兄弟们 你得345 365 你一样会划的 所以在我看来 一台零百加速快的车 它最重要的点在哪里 你前面说的那些都对 但是唯一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 绝对不能被忽略的点就是 它的电子稳定系统 比如我们现在能想到量产车里面最快的是什么 992 Turbo S 为什么 它的电控系统做得好 保时捷的电控系统包括奥迪 他们的那个电控系统是每秒钟检测几百次的 你是否有可能打滑的倾向 你的油门是踩到底的 但是他在给你先动 这个东西是非常强的 在换完轮胎之后呢 我们同时也要对它的这个原厂的防滑系统 进行一个优化 让它更聪明一些 不像我们前一次和特斯拉跑的时候那样 无脑的去滑 但是在调这个防滑之前呢 我要先加一个小插曲 与阿琪共事多年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怎么说 我怎么差点刷个狗吃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阿琪 阿琪在写电脑 阿琪现在很不爽 老板好 排气管呢 大怒 排气管呢 这啥怒 我想当一个有素质的车友 它这个外管上的消音器比原厂的还要大 没马力的不会有马力的 没事只要稳定就行老板 原厂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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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原厂略好一点 马上直接占点 直接占点 直接占点 跟大家说一个消息 就是我把我前面那期换的那套天蝎的中锐段排气已经卖掉了 然后现在换回了原厂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首先我自己是住在我们这个城市 应该算是市中心主干道旁边 这么一个小区里面 基本上每天晚上我都可以听到炸街的车辆 自己玩车的时候 你自己在车里面说听着排气的声浪 你会觉得很悦耳 你会觉得很舒服很燃很有激情 其实真的在99%的旁人的耳中 这个东西它是很烦人的 是真的很烦人的 你想我玩车够硬核了 我都觉得烦人 我之前有这个意识 所以换的时候 我没有换那些GTR很炸的排气 比如说Armitrix 比如说IPE 或者是冠军之类的这种很炸的排气 我选的就是业内公认的声音比较低沉的天蝎 但是在我听来也可能是我年纪大的 就我听还是比较吵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的中段的歪管是有三元的 就是这个环保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素质玩车的其中一部分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天蝎的这套排气 它开发的日期应该是在2010 2011年左右 它开发出的这套排气 然后那个时候的原厂GTR 原厂排气是不带阀门的 当然我们现在新款的这个2019款的GTR 它原厂的中尾段就自带阀门 在完全无人的封闭道路上我想玩的时候 我可以自己享受这些收纳 但是我是希望它在日常代步驾驶的时候 什么声音都不要给我发出来 以己渡人我自己听到晚上两三点主干道上的轰鸣之后 我做出了这个决定 咱甭管什么天蝎甭管什么大牌子 我觉得中国汽车文化它的改变它的完善 是真的就是从我做起了 所以天蝎换掉了 对这是一个小插曲 然后这是我们现阶段的马力图 我的看法是什么 马力降了 但我开心了 也安心了 这个我都不用看多个了 就用这个就行 对觉得不滑就可以调高一点 就3800 今天上海是4度 然后我们那天和特斯拉跑是10度 经过张总的一通键盘操作之后 在气温低了的情况下 同样的黄宝台现在已经做到了3.7秒 已经比特斯拉快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新轮胎A052换上去 然后看看还能不能再快一些 这个UP的张老板给咱修好了之后 他现在的弹射就不是像我们上期和特斯拉比的时候 那种弹射直接拧着那样出去 那现在的弹射就是 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 感觉像是在跳 就是那种加速的时候 出来ABS那种感觉 跳几下不滑了 速度起来了 再出去 那这个编写其实你就是向着保时捷去靠 对其实是向着保时捷去靠 但是还是没有保时捷那么聪明 它的计算没有那么精明 那保时捷的计算限动力是你踩下去 你根本听不到动力的断点 但是咱这个是咱耳朵都能听到的 咚咚咚咚咚弦动力的 但是实际上在人家保时捷里每秒几百次 已经算是很慢了 所以说还是奔 15年的老古董 好的同志们 我们现在这个T137加A052已经上去了 帅不帅 我们等会就要出去试一下这个了 但是现在温度应该又降了 现在应该是3度左右 这半热容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 咱出去试试吧 争取比原厂快 行吧 都紧了是吧 都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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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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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们下天看看我们能不能进3度 好